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云南特有的酸肉 我现在蘸的蘸水叫百香果 搭配肉 清香解腻 云南烧烤和其他地方的烧烤不一样的是 这边蘸水比较多 主要有酸辣的 有干料 有湿料 这是树番茄 外地的朋友估计很少有见过的 这个番茄呢是长在树上的 酸度会高一点 在我们云南做蘸水的比较多 做调料的比较多 还有我们这边的百香果 以前大家都是喝奶茶 都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做成调料 云南山多 路也不好走 做饭就讲究一个简单便捷 所以我们就把丰富的调料 融合到一起 就形成了蘸水 这三个菜呢 它们口感鲜美 富含蛋白 但是看上去多说多说少有点奇怪 胆大的朋友可以来吃云南烧烤的时候 挑战一下竹虫 骂掌 蜂勇 以前羊蝎子只有是青汤蝎子 红汤蝎子 就这两种的吃法 咱们的烤羊蝎子 它的基础呢是羊蝎子火锅 我们是先卤 然后后烤 一定是先把它卤熟 卤到八成熟 然后再去搁到那个烤炉里边去烤 我们烤出来之后 是外皮呢是脆的 然后里边的肉呢含有汁水 就是外脆里呢 这个蝎子呢我们就用这三个部位 羊脖骨呢是瘦而不柴 因为它脖子的肉呢是活动的 带羊排的这个羊蝎子呢是肥瘦相间 有肥有瘦 然后它里边的这个贴骨肉呢也是最香的 尾肩呢就是整个羊上就这么长一截 一根羊上不会出 不会超过六两左右的一个羊尾肩 所以说呢这个羊尾肩呢是极其难得了 而且它又是包在这个羊尾油里边 越烤呢水分越少 油越多 然后呢它在滋滋冒油的时候吃到嘴里边 羊肉的香气呢才能达到最顶级 我们的网友就戏称啊 不到长城非好看 不吃烤羊蝎子真遗憾